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11日 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埃德蒙顿警方宣布 他们正在调查该地区的18起勒索事件 他们认为这些事件与一系列纵火和驾车枪击事件有关 据悉所有犯罪行为都发生在2023年最后三个月内 警方调查目标指向阿省印度黑帮 从11月1日至1月2日期间 发生了9起涉及新建货载建筑宅建筑的火灾 这些建筑全是印度建筑商 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这9起火灾事故不简单 埃德蒙顿本地的印度黑帮搞事情 他们勒索印度建商 不给钱就烧房子 五十一网此前报道了BC印度黑帮公开发勒索信 不交保护费就开枪 对BC省弗雷泽河谷地区南亚社区成员涉及的敲诈行为的报道 引起了日益关注 上月早些时候 警方发出警告 称有人收到敲诈信件 全球新闻网站现在已获得了其中一封信件 声称来自印度黑帮 信件中称 我们想要从你的生意中分一杯羹 比如保护费 我们只要200万 我们的眼线遍布各处 不要小瞧我们 因为这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后果 获得的敲诈信还提到了对两栋房屋的涉嫌枪击事件 只是因为房主拒绝支付现金 他警告收件人 如果他们想做生意就得付款 并警告说如果他们去报警 那就不会再收到信 只会收到子弹 警方表示 他们尚未能确认敲诈信件与枪击事件之间的联系 议员表示 报告的威胁引起了担忧 特别是对南亚商界 他说我们要求所有人配合 并向警方报告任何此类威胁 无论是通过电话 短信还是其他方式 legisl方式致议员 请不吝点 订阅我们下转追 打扣诈信件 您的这一条和声 国防部周二发表声明称 美中第17次防务政策协调会 于1月8日至9日在五角大楼举行 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蔡斯 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 参加了本次协调会 双方代表讨论了美中防务关系 蔡斯强调了保持美中军事沟通开放 以防止竞争演变成为冲突的重要性 他还讨论了在印太地区保持操作安全的重要性 重申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 航行和进行安全和负责任的行动 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全球盟友的承诺是坚不可摧的 双方代表还讨论了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 蔡斯还重申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基于台湾关系法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 并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麦纳斯还表示 本次会谈是在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进行的旧金山峰会 以及美军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 去年12月与中国军方高层进行视频通话后进行的 国防部将继续与中国军方就未来的国防事务以及军事官员的多层次交流进行积极讨论 另据中国国防部消息 1月8日至9日 第17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领导与美助理防长帮办共同主持 中方表示愿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与美方发展健康稳定的两军关系 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就金山会晤涉军重要共识 美方应正视中方关切多做有利于两军关系发展的事 中方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 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切实将有关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武装台湾 反对台湾独立 中方敦促美方减少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挑衅行动 停止对个别国家侵权挑衅提供支持 美方应充分认清海空安全问题根源 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停止渲染炒作 中方还就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 阐明严正立场和重大关切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在购买预售或遇见公寓或住宅时 因经济压力而违约 据房地产经济人称 这种违约趋势的部分原因是高利率和公寓价格下降 据全国各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和房地产律师透露 许多购房者失去了定金 并在这些交易的潜在风险方面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现年52岁的加拿大移民赛加尔于2021年 为BC省肃立市异动尚未建成的连排别墅支付了81990加元的定金 他从退休的父亲那里借来了这笔钱 并希望这笔交易能够让他离在加拿大拥有第一套住房的梦想更进一步 塞加尔原本计划出售他在新德里的房产来获得资金 从而完成这笔交易 不料在那之后 印度的新规定使他的房子变得不那么好卖 紧接着洪水来袭 导致卖房变得不可能 塞加尔于2016年以技术工人的身份来到加拿大 他说自己现在身无分文 又回到了租房的日子 现在租住在一个月租1700加元的狭窄地下室套房里 他的物只能装在行李箱里放在墙边 他在接受CBC采访时表示 我可能不得不返回印度 我的加拿大梦已经破灭了 目前市场发展缓慢 TD银行于去年11月份预测 由于住房存量激增 2024年初的平均房价可能会下降10% 这使得预售买家的投资更容易贬值 房产律师Past表示 预售房不像以往那样好卖 他说虽然预售市场受省政府监管 但预售合同或预检单位却不受监管 他还说 这些合同在谈判时可能会很棘手 而且措辞对开发商有利 开发商不仅可以拒绝考虑转让选项 而且在交付时 也不需要完全按照买家在展厅看到的样子 亚马逊周三宣布新一轮裁员 包括在Prime Video和米高煤工作室MGM Prime Studios部门裁员数百人 以及Twitch直播部门裁员500人 据报道 Prime Video和米高煤工作室负责人 麦克霍普金斯周三向员工发送了一份通知 通知他们裁员的消息 亚马逊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了裁员的消息 霍普金斯表示 该公司采取行动削减开支 是为了优先考虑我们业务的长期成功投资 同一天 亚马逊负责Twitch直播部门的一名高管 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 该部门将裁员约500人 Twitch首席执行官丹克兰西表示 裁员是为了调整公司规模 并使员工人数与当前业务规模保持一致 2014年 亚马逊已近10亿元收购了Twitch 该网站是一个受欢迎的视频游戏玩家直播平台 在收购Twitch之后 亚马逊基本上没有插手这项业务 他只是在直播平台上为Prime会员提供了免费游戏和游戏内战利品等福利 这次裁员是Twitch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行的第三轮裁员 去年3月 Twitch解雇了大约400名员工 并在去年10月裁减了一些客户体验部门的员工 这是经过一年的大规模裁员后 亚马逊宣布的进一步裁员 从2022年底开始 一直持续到2023年 亚马逊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在公司几乎所有领域裁员2.7万多人 苹果公司已经开始向参与集体诉讼的iPhone用户支付赔偿金 这些用户指控苹果公司故意降低手机运行速度 苹果公司在2020年同意支付3.1亿至5亿元 作为对这起集体诉讼的回应 该诉讼源于早些时候的法律投诉 称苹果公司的软件更新 故意限制了某些老款iPhone的性能 据美联社报道 苹果公司没有否认某些iPhone在更新后速度变慢 称此举是必要的 以防止旧手机的电池导致意外关机 但批评人士怀疑其动机更为恶劣 苹果希望用户购买新手机 苹果在同意和解时并未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尽管多年前就达成了和解 但由于冗长的法庭程序和上诉 索赔人一直在等待付款 但在2023年8月 代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宣布 对该诉讼提出的上诉被驳回 上周末 一些索赔人终于开始收到每人92.17元的赔偿 次和解赔偿的官方网站在本周的更新中证实 支付已于1月5日开始 并将以滚动的方式支付 据该网站称 所有符合条件的索赔人 预计将在本月底前获得付款 用户必须在2020年10月之前提出投诉 才有资格获得赔偿 他们还必须在2017年12月21日之前 拥有运行iOS10.2.1或更高版本软件的iPhone 6 6 Plus 6S 6S Plus或iC设备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2017年12月21日 今年冬季的第二场主要风暴席卷了纽辛康三州地区 一夜之间吹倒了树木 淹没了街道 导致数十所学校周三推迟上课 国家气象局警告说 长岛部分地区可能发生重大洪水 在风暴离开之前 预计三州的降雨量将达到2到4英寸 上周末 纽约和新泽西的部分地区 仍未从上个月的洪水中恢复过来 一些地方的积雪已经超过1英尺 在未来一两天 河流洪水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 强风还刮倒了整个地区的数目 在风暴最猛烈的时候 让数万人无电可用 纽约拉齐蒙特港的阵风超过每小时60英里 而皇后区的部分地区 在过去12小时内的风速 也超过了每小时60英里 据联邦航空管理局称 从周二晚上到周三早上 肯尼迪国际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的航班 经历了2到3个小时的延误 整个三周的数百个航班被取消 纽瓦克自由机场也报告了大量延误 据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称 媒体也报告了一些航班取消 中文字幕提供 公司《非试上的语言》 接着